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技术上面 技术层面上要有些新的就是突破或者是一点创新 我不同意有些媒体上说的就是说他们还年轻 不年轻了 二十岁左右应该成型了 二十三左右已经应该是比较成熟了 不是说刚刚成熟 咱们就用女竹来比那个叫什么 汪玲玲的吧 也只有二十多岁嘛 她已经很成熟 昨天剃得不错 女竹嘛 所以我在上一集视频里面讲过 有些东西你可以学女竹啊 对不对 我们是相对比较 比如说女竹对女竹打 男竹对男竹打 今天的比赛呢 我认为不大比风输掉呢 已经算很无奈的接受 你不得不接受 残酷的结果可能会有一些残酷的结果 在放在我们面前 特别是在对中国队的要求 中国选拔队的要求是什么呢 你假如说以防守为主 是你没有办法 因为你没有进攻能力 你只能替防守为主 防守为主就跟韩国队一样替法了 这个就重复韩国队 在80%到85%抢球 抢了球以后一脚大脚开掉 这个东西我不要看 第一 我要看看你们的动作幅度最大化 传接球 传球以后的跑动 这个叫传接球 第二就是传接球 第三 你们的启动和你们的判断 这个全都是你们的技术 最显著的特点 动作幅度最大化 在这个抢劫的时候 就是对抗的时候 你要有一个动作幅度最大化 才能形成个摆脱 这个显著的特点有什么呢 你启动要快 对传过来的球 同伴传过来的球 高速的特别是 或者中高速的球 你要有能力迎着面去拿球 形成 修正 摆脱 或者是直接在传地 你不要告诉我 你传球传过来 你再等 等完以后你再传 没用的 你拿不到球的 跟日本队尤其拿不到 因为从总的过程来看 跟日本队打比赛 他的球员特点 首先他启动好 第二 他那个变相速度很好 启动好了以后 他有个加速 加速在变相当中 他加速比我们都好 转身也比我们好 那么这个队伍呢 就是说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 但是你现在学习 我们学习 像我比如说 一个踢球球员出身 你说我学习篮球 我很努力很谦虚 没用的 你这个是在唬弄老百姓 唬弄球迷 唬弄观众 你学习要有一点距离的时候 接近他的时候 你学习 你才能超越他 对吧 这个问题要搞清楚 所以呢 今天的比赛呢 体能 我想这个 跟女主差不多 你杨克维奇 你这个体能练的话 没问题 我不怀疑你的 但是怎么把它调整到 球员的兴奋度 兴奋度具体表现在 结合技术 和你的启动 包括你的主动性 积极性 对吧 你球传给你 你要上去接应拿球 高速的时候 你要高速拿球 这个就是你的能力 现在有个问题 我担忧的是什么呢 一对一 我们能力没有把握 一对一的能力 我们没有绝对把握 你跟我有一对力 有能力没用的 我六十多岁了 对不对 这个意思 没意义的谈这个问题 就是相对来说 你对日本人 你球员 你一对一把握 有没有 摆脱 甩掉它 加速启动变相 这个都是一个议题 今天呢 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那个周成杰 好像是被教练 就是重点提了一下 没有什么关系 那么本来呢 亚洲杯呢 就是说实话 在世界上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奉扬的 这个比赛 只不过是我们自己 媒体炒作 好像很重要 我们要拿冠军 拿亚军 然后呢 回去就写一天报道 我们几几年拿过 亚洲冠军 我记得前两届 好几年前 东亚杯 温度都是零下几度的 人家没有什么兴趣 打比赛 对吧 再说呢 我们那个时候是 没有疫情 赛会制 正好是休赛季 大家都是休假的时候 稍微来打几场吧 对吧 这个问题 后来在疫情发生以后 亚冠杯也都出现这个情况 拿梯队去打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 折射了一个什么问题 中国足球 应该有人懂足球的 那么今天看这个就是 比赛结果 可能会造成一种轰动效应 怎么呢 就是大比风输球 这个你必须做好准备 因为你的能力 跟他们不在一个同级上 你跟韩国队 也不在一个同级上 女族跟男 女族跟南韩的女族 还比较接近 他们终于占点优 但是呢 明显占优不存在的 但是男族跟日本 跟韩国队比 是明显不占优 明显落后 不是一个能对抗的党次 应该这样承认 因为你是国家选拔队 咱们就讲话 讲得比较直接坦诚一点 那么今天的比赛呢 我估计呢 就是有几个点要把握好 开赛五分钟 大家都很兴奋 上次对那个 韩国队也是 你这个兴奋度是应该有的 这是你那个教练 起码做 最起码做到的东西 我讲过了 你外教来了 只要练体力 你就不能指责了 那么我们那个专业层面 管理层面 是另外一个问题 你们怎么界定 这是你们的问题 但是作为我们 假如说点评 对足球关心 特别像有些人 我们都涉及到足球 那么我们就点了一些 就尖锐一点 或者是说直接一点 你现在体能好的话 五分钟你不能失球 这个是聚会均等 十分钟以前 大家聚会均等 就这种 是不是你要失误 就看在你的细节上 会不会出差错 像跟日本队 跟韩国队这种打比 能力高于我们的 你只要小小的差错 给他们抓住 就是进球 假如十分钟以前 被进球 那么基本上 就可以断定 我们打平的希望 都没有了 这个今天就要讲这个 讲得直接一点 打平希望没有 那么就看第二个 十分钟 二十分钟 你能不能找 把握些机会 把他球给扳回来 你不能扳回来 我估计你到 二十分钟以前 又会被进球 这个就是 强队和弱队 之间的差 每十分钟 可以进一个球 上半场如果打得好 日本队打得比较顺畅 或者是我们一些 不该出的差错 被他抓住的话 我估计是三比零的球 那么三比零的球 具体要在什么时间段 如果二十分钟之内 说是十五分钟左右 到二十分钟 时间队内 你输三个球 你整个信心和防线 什么就是 就崩溃 就彻底臣服 你不要跟我再谈什么 我有信心 那么然后发生什么呢 用体能来弥补 可能会伤人 可能会受黄牌 或者是红牌 因为你要知道 你现在在东道主持日本 人家是不是给我们留点面子 这个是取决于上方媒体的 那么我现在也不能否定 中国新华社刚刚访问过 前日本国家协会主席 那么人家可能会给我们一点点 温柔一点 就给点面子吧 但是呢 十五个球左右或者以上 都是我们要面对的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 你球输了不多 或者是整场比赛数三比零 但是我可以讲 场面可能就是神称什么 跟韩国的重复 甚至于更差 90%跟10%的那个进攻 进攻那个比例 我不是讲控球比例啊 控球比例没意义的 回船倒船 什么人要在后外提的提起 也是控球没意义的 这种 这种是讲给老百姓 就是越于爱好足球朋友们听的 所以进攻的比例上 就会形成很难堪的 那么这些假如说是 我们那个意志和崩溃了的话 并不是说我们体能不好 也不是说我们什么什么不好 最关键的 我们低技术不够 这个技术在基本功上 高速当中体现不出来 一拿球失误 一高速就失误 而且日本队在这个 是一个非常好的 具有特色的球队 它就是什么 传球的突然性 高速性 拿球 迎面高速拿球 而且是拿得住 同样能摆脱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那么如果说 假如在这种比赛当中 踢了假如 上半场25分钟左右 3比0 或者30分钟以前3比0 那个就没有再谈了 可能我就看半场 因为为什么这种比赛 你看了玄珠太大以后 看了人很憋气 晚上要睡觉的 年纪大了 你不能老不睡觉 开了以后 大家讨论了以后 弄了好像就是很那个的 那么这个东西呢 就是留给我们后路 我们点评足球的人 也许是一张好事 中国足球怎么改 到底应该走什么路 具体采取什么措施 管理技术都是要两手都抓 还是 对不起 还是就是管理层不懂足球 下面都是领导 领导那个足球 不能再走这样路了 再走这样路 你给后人留下的改革的空间 越来越小 难度越来越大 代价越来越沉重 这个就是我想今天说的 好不好 比赛在 我们中国时间是18点20分 也就是说我们细腻时间20点20分 那么看完球两个小时 估计就是10点20分 睡个觉也差不多 对吧 大家就是期待 希望足球 这种希望了 就是很笼统的 要想打拼都不可能 说实话 比例就是说 赢球的比例 根本没法谈的 根本你谈及 如果说我们都是一个专业人员 谈及中国队想赢球 我们感到是很羞辱的 难为情的 对吧 那么不是羞辱国家 也不是羞辱足球队 那么这个是面对事实 只有这样认真对待 这种面对这种现实 我们才能提高 学习什么 自我纠正 怎么纠正 我想应该到了管理层和技术人员一起纠正的 并不是说管理人员纠正 或者是技术人员纠正 我们就是以前管理层从来不纠正的 一些 二十年了 一些都是下面 你今天搞清训了 什么 又是大会 又是什么宣誓 外国没有宣誓的 足球体力比我们好 人家有部分尊重科学的特点 好不好 就这样 谢谢大家 我是经纪人 陈套在澳大利亚的 好吧 就这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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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